好,这一期的视频我们讲一下 Lexcode如何安装Office三件套开运的 因为我需要写PPT,但是我不想用WPS 也不想用微软的Office 365 想用开运且免费的,并且可以允学同办公的 那么就用Lexcode加上它的插件 点击应用 因为后面在讲Youtube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我会用PPT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Office Text 往下看 它这里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Online 这个叫什么CORI Office三件套 还有一个 这个Lexcode的Office 还有这个OnlyOffice 这里都属于Office三件套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Lexcode Office 看一下它的介绍 是我们的Lexcode的密码了 上了,直接启动了 是我们的Lexcode的密码了 看到一起用的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管理设置 看到这里 看到这里有一个Lexcode的Office 我们点击这里 Lexcode它使用这个 技术的公共套件 需要配置 这个是自由的服务器 内置的开发板 可以看到这两个无法勾选 我们所以说我们还需要配置一个自由的 这一个Online的服务器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搜索一下 这个应用 这个是Arm64的 这个是正常的可得锁了 比如说我们X86 我们下载密码 并且这里是有推荐的 等待它下载 这个时间可能会有点长 然后这里已经下载成功了 我们同样的回到我们的管理设置 我们同样的回到我们的管理设置 然后再次点击Lexcode的Office 选择模板入录 可以看到这里没有像刚刚我们需要配置了 这是上面的一个 这是上面的一个Lexcode Office 我们点击下一个 下一个使用类置的这一个开发板 并且又选择 服务器可以访问 然后我们这里这里打开文件试试 你看这里多了新文档 新表格 新演示文稿 昨天是多了这个导图 我们试一下 文档的话就是word word 哦 我切换一下收入法 文档 这里正在连接 等待一点时间看是不是正常的 加载失败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表格 这个也失败 最后再试一下PPT 这里是本次需要的 我们的设置 失败 我们看一下它的设置 应该安装适合家庭小团体 相对服务器漫妙 准备有高级的扩展 使用不支持的HTT 使用自有的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可以访问 默认使用它 选择这个是谁 点击上一个 我们再重新试一下 哦 可以看到我刚刚 那是扣的 管理设置 这个 我把这个默认勾选 这个格式之后 不用ODF的格式创立之后 它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我们 插掉 打开我们原来的方式 看原来不能成功的 现在也能打开了 原来我创建的是 把这个 创建了这个WORD文档 创建了一个CEL 创建了PPT WORD是现在同样的格式 我们单击它可以打开了 而且很流畅 然后刚刚也是看了这个CEL 也能打开 最重要是本次我需要PPT 人家搞的时候 也可以正常打开 并且它是支持中文的 这个速度还可以 整个过程的话 就只需要下载这个 Lexcode Office 以及这个 online的那个应用插件 然后高选 高级选项的这里 在我们的这个文件的选项中 就可以添加这三个 然后后面的这个魔法文件 大概也是它的 那下一期的话 就可以尝试用PPT 来制作一些演示动画和造成 而且这个完全是开源且免费的 理论上它是支持协同编辑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Excel 这里是可以共享的 共享之后它就是可以查看 可以共同编辑 然后还有评论 就相当于 腾讯文档之类的 云共享办法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的使用的话 看这个PPT如何使用